几件衣服呢 婆婆就会说 要多省点钱 不要多花钱 以后孩子要用 你要用就有 所以尽量多节俭 不必要的开销 尽量节省 那么这个媳妇呢 就觉得 从她以前的地位到现在 好像瞬间就转变了 她好像不再受重视了 所以她心里很难过 她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难过 她忍不住了 就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婆婆 她说亲爱的婆婆 我觉得 我很感谢你 从我嫁进来的时候 你都对我很好 可是自从孩子出生了之后 我觉得我的地位大降 大幅度的降低 你开始会念我 要早一点睡觉 你开始会管我冷气用太多 你也开始会干涉我买衣服 买得太多 一切都要叫我节俭 你要晓得 这些钱都是我自己赚的 你要感谢 首先你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这么能干的女儿 才嫁到你们家来 才能让你的家变得这么好 而且还生了一个这么棒的孙子 同时你不要忘记 你前几天出去玩的那五万块 还是我亲自拿给你的 这个婆婆看了之后 她不但没有生气 她也如法炮制 就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媳妇 一样 她说亲爱的媳妇 亲爱的媳妇你好 我很感谢你写这样一封信给我 其实我在我的心目中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媳妇 我永远都爱你 并没有因为你的孩子出事 而降低了你的身价 你想太多了 其实我提醒你晚上要早一点睡觉 是怕你带了孩子 孩子晚上会吵太累了 要让你多休息 隔天上班才不会没有精神 那要你冷气少吹 是因为孩子常常感冒 你们也常常看医生 我心疼 所以要你们冷气只要吹凉了 就关掉不要吹到天亮 是怕你们感冒 常看医生身体受累 第三你说我要你少买衣服 是希望你多节省一点钱 才不会向我出去玩找你钱 找你要钱 以后你多省点钱 以后你要出去玩的时候 出去旅行的时候 就不用向你媳妇拿五万块了 在座各位 这个媳妇是不是 这个婆婆是不是非常有智慧 对 这个有智慧的婆婆能够化解 这个媳妇心目中的疑问 而且又可以把整个家庭的气氛 带动得很好 所以你说这个婆媳的关系 如果能够相处得好 就是一家和乐的泉源 非常重要 非常的重要 好那接下来呢 敬爱双老如亲爹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 家庭和谐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能够以真心 以孝敬父母的心 来孝敬自己的公婆 这个家庭一定会幸福 那么刚才 后续有提过 奶奶小时候对我说 以后你结婚啊 一定要对公公婆婆 比自己的父母还要孝顺 那后来我终于懂了 因为公公公公婆婆 你要感谢 奶奶告诉我说 我问她说为什么 她告诉我说 人家生了一个那么好的儿子给你 你当老公要照顾你一辈子 你可以不用心照顾他吗 你能不感谢他吗 结婚之后想想是真的 当然爸爸妈妈也生了一个很棒的女儿 辛辛苦苦养育长大 送给公公婆婆当媳妇 在他们家大一辈子 当然公公婆婆 我们也希望公公婆婆对待媳妇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那当然我们要公公婆婆对我们能够像女儿一样疼爱 就是我们要对公公婆婆像自己的父母一样 在座的各位对不对 甚至说对不对 对甚至要比自己的父母更孝顺 所以这是对奶奶说的话是非常对的 所以后续从小就记住奶奶这句话 结婚之后呢 对公公婆婆真的就比自己的父母还要尊重 还要孝顺 从来婆婆说什么事情后续都只会尊重 如果觉得想法不一样的话 后续会用很委婉的方式跟她沟通 妈妈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来做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我们就这样做好吗 婆婆点头后续才会去做 婆婆如果说不行一定要照她的方式 或许还是会按照她老人家的意思去做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一家人很和乐很和谐 所以说家喻和谐第一步 我们俗话常说家和万事兴 那么家和万事兴 一个家庭的组合就是夫妇结婚的开始 所以中庸上面他说过一句话 天地之道照端乎夫妇 他是从夫妇之后 夫妇的结合之后呢 才有这个父子 父子的关系 然后兄弟的关系 还有朋友的关系才会产生 所以家喻和谐的第一步 就是要夫益复顺 先生呢对太太要很好 那么太太呢对先生要很尊敬 我们中国传统的社会都是父系社会 所以都是以男主外女主内 贤内住贤内住 就是帮助先生 帮助先生 让他能够很安心的去外面把事业做好 然后太太呢就是把家里打点得很好 让这个先生在外毫无后顾之忧 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不一样进步 慢慢地从这种农业家庭 慢慢转变成工商业社会 那工商业社会之后呢 夫妻通常都会去上班 这个时候呢有了下一代的话 就需要这个公婆帮忙照顾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夫妻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 先生要表现得像刚强有责任 那太太呢就要柔顺 然后礼家 侍子 相夫 教子 样样都要 等于从一个单一的角色变成双重角色 可以说很辛苦 这个时候呢先生就要多体贴 多帮忙 一样两个人出去上班回来 记得要多帮忙做家事 不要一回来就翘着二郎腿 拿着看报纸看 等着查来伸手 犯来张口 这样太太太辛苦了 你看看那个有成就的先生呢 太太就是非常的贤惠 在后面打气帮忙 可是呢有成就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有一个贤惠的女人 但是一个贤惠的女人 必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先生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在事业上互相帮忙 在家事上先生也要主动帮忙 这样才是 才对的 家庭才会显得更幸福 更和乐 好 那便是长幼 李有别 好 那我们刚才提过了 一个圆满的家庭 就是我们五轮所展现出来的 其中两轮就是父慈 子孝 胸有地公 父慈 子孝 胸有地公 父亲呢对子女要慈爱 要慈爱 要关心 那么儿女呢对父母一定要尽孝 这是天经地狱的事情 你看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子 他年幼他就懂得爱父母 没有人教他 不用人家教他 他就懂得爱父母 有时候爸爸妈妈生气了 你走开 你走开 我不要你了 可是你走开 你走开 他不但不会走开 而且把你的大腿抱得更紧 不要不要 我要爸爸 我要妈妈 为什么 那是天性的流露 所以三岁小孩都懂得笑 更何况我们长大了 怎么可以不懂得孝敬父母 以前这个文王 他侍父母可以说是至孝 至孝 非常的孝顺 每天早上 他早朝之前 就一定整理好衣冠 然后六点之前 就准时站在他的父母门口 敲门问安 打开门第一件事情 就是问爸爸妈妈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然后才跟他们一起用餐 陪着爸爸妈妈用完餐 我一切问好之后才上早朝 那文王有这样子的一个世孝行动 所以他的儿子武王更是存孝 这个武王一样